只需每天在陌生人床上裸睡一晚 就能拿到十万块的报酬 这份夜入上万的工作 你想不想要 女孩为了能够成功应聘 特意穿了一条修身的连衣裙 展示自己的好身材 然而面试官一上来 就是让她脱光衣服做检查 因为这份工作 对身体的要求很严格 必须皮肤QQ弹弹还能拉丝 不能有半点瑕疵 面试官对女孩很是满意 当场聘用了她 并要求她立即上岗 女孩是知名大学的学生 都说大学生活很美好 可她却过得十分拮据 因为她家境贫穷 父亲在她小时候就去世了 母亲整日不是在赌 就是在酗酒 为了交其高额的学费 女孩无奈之下只能贷款 为了还债 她开始四处奔波做兼职 一下课就跑去餐厅里干杂活 连周末也都不敢休息 要么在公司兼职当打印小妹 要么就是医药公司 需要测试新药效果 她就跑去充当小白鼠 到了晚上的黄金时间 女孩当然也不放过 直接闪现到酒吧里 她穿着性感 陪着一些老灯喝酒 只要谁给的钱够多 女孩这晚就可以跟谁回家 许多普通人的一生 都在为衣食住行奔波劳碌 女孩便是其中一员 为了可以少交点房租 还不被抠门的房东赶出去 她只能每天承包公寓里 所有的卫生 结果导致女孩 每天的睡眠时间根本不够 她唯一的寄托 就是自己帅气的男友 两人在一起时 女孩才能感觉到轻松快乐 可遗憾的是 男友患上了严重的肺牢 她的生命已经进入了倒计时状态 女孩为了能让男友得到有效的治疗 继续开始没日没夜找工作 这天她在报纸上看到 有个薪酬丰厚的工作岗位在招人 拨通电话后 对方让她穿一件好脱的裙子过来面试 很快 女孩就如约来到面试地点 她就注意到了屋内奢华的装修 接待的老板也是个不差钱的贵妇 女孩尽可能地表现出最好的一面 因为这份工作的收入实在太过诱人 随后老板介绍起了工作内容 说简单点就是服务权贵人士 在他们的宴会上和其他女孩一样 都穿上指定的服饰 做好服务就行 工作时间灵活自由 老板说女孩的长相很标致 薪酬可以按最高标准结算 一小时的工资是500美刀 同时她向女孩保证 在这里绝对不会有过分的事情发生 女孩却说即便有也无所谓 毕竟在这工作一天 要比餐厅打砸一个月的工资还要多 老板却好心提醒女孩 不要把这当成长久的工作 只当作是一笔意外制裁就可以了 为了能更好地胜任这份工作 女孩特意到美容院做了护理 晚上她来到一间别墅 工作人员立马领着她去了试衣间 换好衣服后准备开始工作 女大学生初次挂空档做特殊服务员 只见她退去了自己的裙子 披着金竹指定的几块抹布来到客厅 和其他服务业一起伺候这些权贵人士 他们的工作很简单 只要让这群糟老头子看得心满意足就行 一晚过后 女孩就拿到了五万美刀 她从没想过钞票居然可以来得如此轻松 这可比她洗碗刷厕所一年的收入还要高 心态上也发生了些许变化 靠着这笔不菲的收入 她很快就摆脱了贫困的生活 外出时也不再挤地铁 并且每天上下班也开始打滴滴 尝到甜头后的她 越来越满意这份特殊服务员的工作 对待原来的兼职工作开始消极怠慢 明目张胆躺在地上呼呼大睡 搞得公司总管都无语的要死 凭借自己突出的颜值和完美的身材 老板也对她越来越器重 只要有宴会就会喊她来服务 平时空闲的时候 女孩还是会去夜店碰碰运气 因为这里的钱也赚得要轻松一些 女孩之所以这么不要命地赚钱 并不只是为了还清贷款 她还要为男友攒手数费 两人的感情一直都如胶似漆 可现在男友的身体却越来越差 如果不及时手术 她随时都会撒手人还 如今病入膏肓的 她只能整日都待在家里 女孩天真的以为 只要自己赚的钱足够多 就能尽快治好男友的病 可最近特殊服务员的工作很久才有一次 其他兼职的工资依然少得可怜 更糟糕的是 她已经拖欠三个月的房租了 房东原本愿意宽容她一段时间 可房东的男友却总是添油加醋 想尽快把她赶出去 无奈之下 房东只好让女孩搬出去 之后 女孩找到了一间更天僻更便宜的房子 生活再次陷入窘迫 这天 老板联系上女孩 问她是否愿意接受税美元的工作 薪资是当服务员的十倍 急需用钱的女孩当然不会错过 等她来到别墅 正好看到一个女孩被搀扶着走出来 看来这个睡美人的工作并不简单 老板先是安排女孩去沐浴更衣 出来后向她详细介绍起工作内容 睡美人其实十分简单 只要喝下特制助眠咖啡 睡上一觉 等她醒来就算完成了工作 在此期间发生的事女孩会一概不知 只是醒来后可能会有短暂的头晕 但用不了多久就会恢复 女孩没有犹豫 直接把咖啡一饮而尽 老板也向她做出承诺 在她睡着的这段时间 不会有过分的事发生 女人就躺在豪华的双人床上 等她昏昏入睡之后 老板领着一个糟老头子进了房间里 并向她介绍了规则 告诉她不可以发生关系 现场不可留有痕迹 谁知这个老头虽嘴上答应 老板走后立马原形毕露 女孩只需挂空挡躺在床上睡一觉 醒来就能轻松拿到十万元的报酬 但工作的前提是要喝特制助眠咖啡 喝下后立马就会睡得和猪一样 地震都不能把她给弄醒 确定女孩熟睡后 女老板领着一位白发绅士走了进来 看样子对方应该是一个新手小白 举手投足间净显局促和不安 老板安抚绅士说 这里绝对安全 今天发生的事不会有任何人知道 但她需要遵守约定 不能对女孩做出格的事 除此之外 其他的一概不管 绅士满口答应 可在老板走后 还是急不可待地脱下西装 第二天 女孩被人从别墅里送出来 昨晚发生了什么她并不知情 身体也没有任何一样 拿到高额报酬后 女孩当即就租下一间带落地窗的大房子 可很快赚的钱就花光了 女老板那边暂时又没有新的声音 为了维持现有的生活质量 她只能继续去做那些原本瞧不上眼的兼职 很快 女孩就再次来到别墅 这次老板带来了一个光头男人 女孩对发生的事情仍是一无所知 可醒来后 她身体感受到明显的不适 而且脖子后面还有被烫的刺痛感 但考虑到高额的报酬 她并未追究 谁料这边刚拿到报酬 男友那边就传来了噩号 由于男友不想拖累女孩 自己在家中服药自杀了 男友的离去让女孩备受打击 一度失去了生活目标 她开始放纵自己 甚至还在男友葬礼上邀请男友的兄弟去快乐星球 被对方斥责后也毫无悔意 不久后 女孩再次接到了老板的电话 虽然身体有些不适 但还是准时赴约了 这是她接待的第三位客人 老板照例叮嘱糟老头子要遵守游戏规则 但这个糟老头子为了证明自己身体壮手 竟然各种摆弄女孩的身体 完成这次工作后 女孩的状态更加不好了 她不禁对昏睡期间的事情感到好奇 她请求老板告诉自己工作情况 但老板却说工作过程需要绝对保密 拒绝回答 女孩没有从老板那里得到答案 并不打算就此罢休 而是跑到商场购买了一个微型摄像机 决定一探究竟 当老板再次介绍睡美人工作时 她偷偷留了个心眼 喝完住眠咖啡被送到房间后 强忍着困意把摄像头藏在角落里 接着便沉沉地睡下去了 这次来的客人是第一次接待的白发绅士 她这次是来轻生的 老板问她确定吗 绅士郑重点了点头 随后拿起82年的咖啡一饮而尽 到了第二天 房间里迟迟没有动静 老板进来查看 发现绅士趴在床上一动不动 已经没了呼吸 更让老板意外的是 本带醒来的女孩也依旧在昏睡 老板轻轻掐了一下女孩 可对方没有一点反应 连忙疯狂摇晃女孩 还给她做急救措施 幸好抢救急时 女孩走到奈何桥半路 被老板强行拉了回来 可当她看到倒在自己身边的绅士时 终于明白了睡美人的真正含义 她无法接受这样的真相 发出了撕心裂肺的骂喊 电影也在此落下帷幕 或许很多人难以理解绅士的行为 她曾和老板说了一个故事 显然这是很重要的线索 他提到没有珍惜自己的家人和朋友 只是得过且过 他觉得现在的自己骨碎了 在他所说的故事中 医生笑着对里面主人公说你没骨碎 让主人公迫不及待想回到原来的生活 可一次又一次遭到失望 而深是说自己骨碎了 就是为后来轻声埋下伏笔 这也让睡美人的结局充满了寓意 该睡的人终于睡去 该醒的人终于从梦中解脱 在这里不厉害的认诺